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一台北股市盘前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 风云头顾资深分析师何金曾建的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这个建的大哥 大家早安 我想上个星期 我们先看一下上个星期五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上个星期五狂跌了1004点 收在上个星期五几乎是最低点 因为最低是跌1005点 然后就跌了1004点 收盘指数21638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4.43 当然这里面其实法人都多空交战 因为你看到外资卖超了900多亿 也是史上最大卖超 自营商的卖超金额也是史上最大卖超金额 不过投信买超八大行户的买超金额也创了史上最大买超金额 所以呢 今天的走势也非常的重要 那OTC呢 也大跌了9.13点 收盘指数是257.78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3.42 亚洲股市上个星期五全金不墨 日经25指数是狂跌了百分之5.81 南韩综合指数也跌了百分之3.65 到了欧洲美国 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继续的下跌 今天凌晨我们这个亚洲开盘的美股的盘后期货盘 目前还在下跌 以亚国来说这个跌幅很重了 标普期货盘目前跌了百分之0.79 纳斯达克的期货盘目前跌了百分之1.36 道琼的期货盘目前跌了百分之0.41 今天台北股市一定开低而且开满低的 因为台子期上个礼拜五的夜盘就跌了四百多点 跌了四百二十九点 今天可能会开更低 如何来看待 好的 这个盘式的结构来讲 开始往下做下跌的过程里面 他一直都没有很像样的缓弹 应该是这样讲 他每一次的缓弹都很急 很急的意思 就是说我跌下来六百多点的弹了六百多点 跌下来的又弹了四百多点很急 急的要赶快把它拉上去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反而跌的这个更重 一直往下跌 最主要的是美股也跌的很重 那加上其实礼拜五会跌那么重的原因 很重要的是盘后 英特尔是跌了 那个时候的盘后是跌了19.8% 最终的时候是跌了26% 英特尔效应很强 那你就想英特尔还会跌 那礼拜五的你在礼拜五的早上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美国股市一定大跌的嘛 因为这个阿玛隆的跌嘛 那两个重型股都跌 那怎么会涨呢 所以说呢礼拜五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抵抗的动作了就一路就往下杀就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杀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在往下跌那基本上来讲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有传出说飞达的GV200可能会出了状况可能延后一季才能出货那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这个东西没没办法证实因为台积电也没办法给你证实 Navidia不会跟你讲对不对其他都不会跟你讲所以报纸写什么大家就可能越是看不懂的时候大家就会紧张但是从礼拜五的Navidia来看的话Navidia是只有跌1.76个百分点啊那一度上来讲我们这样来来做评断就如果Navidia晶片有问题一定有一个晶片会受贿那叫AMD 如果他出不了货嘛那AMD就会受贿那AMD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红盘哦那他最后是跌0.03等于没跌啦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两个公司因为他讲到这个晶片的问题呢在AI的晶片就这么两家嘛你就看这两家的晶片的股价的消涨问题就是这一个关键的部分那这个这个这一个 走势是这样那 那砂盘取量呢就往下砂而且我们融资也都没什么减没什么减所以很快速的再往下砂那砂到我们有支撑的位置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缺口缺口的位置呢叫我们上次有讲21510嘛21510但是今天一看了应该就把它封闭掉了就会来到五月底的这个五月五月底的低点就是21174 就是大概21000点左右如果以现在的盘后跟那个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啦21000点那呃我们上次有讲说所以这个我上次特别讲说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急涨的过程每做一个股票都要我在这里的每一次的提醒要停损要停损停在抢的股票你也要设定停损而且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你抢缓弹10%卖一半对弹15%再卖一半 那我们上次上个礼拜讲的这些强势的股票啊包含这个COVAX的军华跟红硕啊军华连月线都还没有破军华连月线都没有破我们已经季线不跌到哪里去了他连月线都没有破然后这个这一个这个叫做红硕刚刚礼拜五的时候跌破了月线就这样而已那那些股票我不是说叫红硕 那一定是急跌才能去买我们的原则就是急谈10%卖一半再谈5%买就是15%卖一半然后等待急跌的买进大概的架构来讲还是这样啊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倒觉得说如果来到两万亿以下嗯你应该如果不是财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应该不用再去杀低了啦因为从先从手上有的股票 先从手上的股票来讲啊那两万四千呃我们是最高是二四四一六嘛那跌到两万一就是跌掉三千四百一十六点就把今年的一半都跌掉了嘛啊跌掉了呃应该理论上来讲应该会有一个反弹反弹的概念一样你还是依照我的逻辑是这样啊因为这一次下沙下来的状况呢啊比较特别而且呢一般来讲呢其实呃 很多人都希望是降息其实我很怕降息啊因为降息就经济不好才降息嘛哦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呃那目前来讲你的操作你的个股也一样急谈10%卖一半再急谈15%卖一半那他因为一只下来不会单只脚跌这么深没有没有单只脚除非再一次再杀一次爆大量 以前我们曾经有一次爆出七千多亿的量的那个时候爆大量以外不然啊你如果说大概都四五千亿四五千亿你还是弹起来10%卖一半然后呃再弹15%卖一半那他还会这样掉回来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现在的走势要不就是两只脚的走势意思就是说现在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像样的反弹上个星期四那个并不算是反弹嘛 那如果有个像样的反弹之后其实还会有低点这件事情是今天大哥一再的提醒这是为什么反弹这件事情你不可以爆太久 你知道就算要强反弹也不可以爆那么可是呢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像样的反弹所以你估计这个礼拜如果到两万一有机会反弹但反弹之后还会拉回有一个第二只脚除非他爆量除非他杀一根又杀了一千点然后爆了七八千亿的量 那个时候就是大量就是那个爆量要多大的量才够应该要有最起码有六千六千亿以上的量 OK好就是有人杀出去通通啊跨破就把他杀了啊有人嘿嘿嘿我就把你接回来所以杀才会爆量另外一种就杀低取量对杀盘爆量爆量爆量不能收到最低点爆量还要一个下引线这样才是止跌的呃一个k线 爆量收最低点也不算对爆量收最低点不算不算因为你还是要看后续的状况那从这样的走势上来讲我刚刚已经把呃这个美股 政府的状况跟大家讲他是英特尔领跌的那英特尔没办法嘛英特尔那个那个动作一定是暴跌的因为第一个我把我的员工开除百分之十五我员工也很不爽我被开除了我手上的股票一定抛的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股东我第四季不发股力给你我股东也更更火大那股东也火大员工也火大你股价怎么怎么会涨他的资本支出还减少资本支出还减少 对对对以前一直骂我们台积电就是他嘛对不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除非他自己去买库长股 不然他止跌不了他都没有办法发股息了还买库长股在没有有时候没办法啊他可以说我唯物股东的权利那是这个这个架构上来讲不然他就要以跌止跌以跌止跌的状况那我们台股在行情到这里的时候唯一一个族群 是多头的只有一个营建资产我们台股唯一在多头的只有一个营建资产那你也不能去诅咒说他一定会会大跌今天很简单的营建资产的老板每一个人都几百亿几百亿的他他他对他这个股价其实大家因为最主要我们二我记得2019年我们让让台商这个外资回回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条件 你那3000亿里面除了你去投资一些你可以投资以外你皇地产不能投资皇地产要五年以后才解禁五年以后是什么时候 五年以后是八月就是八月那他3000亿大概有投资其他的去了那大概还有1380亿 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一般都是台商回来的那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台湾会去切到这个所谓的呃这个呃他可能会会变成大陆投资少了或工厂移到其他他到台湾来投资这个厂办 因为他可能把生产线会留有留一部分在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呢除了营建股起来以后你未来要注意的是厂办也会有起来 因为厂办没有我们地产炒得那么快厂办的不会一般百姓去去一般投资人去买厂办嘛一定是呃这个呃老板才会去买厂办 那所以说厂办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厂办的的也少那所以你也可以注意一下厂办的这一些个股 那这可能就不会是传统的营建类股了对就是资产股OK就是资产资产转系做厂办的嘛就是这样所以以资产为原则以资产为原则他就可能不归在营建类 营建已经先涨一波了那有一些都有都一定会养很多地嘛所以其实很简单我拿一档股票来都做例子 那这大家都知道呃南部最大的那个帝王的那个就是金城嘛对不对啊高雄的最大的那个那个那个建商养地养最多的要金城 二五二四你把二五二四的图打出来他跟我们台股完全走势不一样他在上个礼拜还在大涨啦就是还在创历史新高啦为什么你看他的日线图 嗯一样嘛不一样所以那敢这样走他其实一定要他后面的呃这个获利的体裁比他公布第一呃上半年的财报比去年好一整年好 但是这些呢已经不能追的情况再要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一台北股市盘前解析在我们现场的是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和金城坚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那当然刚刚提到说因为美股现在的跌幅还不止嘛 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的盘后的期货盘呢目前在亚洲盘呢 以纳斯阿克来讲目前还跌了百分之一点六七 如果以亚洲盘来讲这样的跌幅其实是相当重的了 所以就意味着在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下跌 尤其科技股下跌之后似乎这个跌势呢还没有止住 好这一点当然是相对来说对于今天台北股市来说比较不利的地方 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大盘而言你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两只脚的走势 就如果要止跌应该会有两只脚的走势先反弹 然后可是还会再打第二只脚 那现在第一只脚都还没有出现 正常都是这样 第一只脚现在还没有出现 最后爆出一个六七千亿的量 然后变强烈换手 而且拉一根下影线 下影线大概有四百点以上三百点都不算四五百点以上的下影线 这样才是一个止跌的K线 我把那个状况跟大家讲 所以刚提到说银建股还算是强势这样子 是因为目前房地产很热嘛 不过我是有点担心 因为我现在听到很多房地产的业者跟我讲说 因为银行的那个贷款达到银行法所设定的百分之三十的上限 所以现在很多银行要贷款是贷不太下来的 现在的台北的 不应该是台湾的房地产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一般上班族你要买个房子很辛苦 然后也家里有一个好爸爸的那个一堆房子 有的人有好多房子嘛 他也不怕你你那个什么几间房子要什么税 他也不管 所以关键的部分是这样 加上呢我们讲了一个一件事情 在房地产的这个这个部分呢 因为有台积电的带动 所以他把原来稍微很多低价的地方 把他拉升上来 其实最近房地产涨又没有涨台北 台北哪有涨啊 他通常找中南部了 中南部涨的现在最近涨最凶的是我 我老家嘉义那个地方 当然一年的涨了快十倍了啦 那那个就是因为去设厂的关系嘛 那是比较特别 所以我刚刚才讲的平心而论 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形态的 一个状况之下呢 然后有一些台商呢 他要么就到东南亚去设厂 哎呦干脆算了 我就在台湾有有有 我就在台湾设厂 所以我刚刚才讲到台湾的厂办 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厂办不会像 台湾的厂办没有那个投资 因为投资人买房子去把它炒嘛 所以厂办没有标 没有标他一定要有买 你我们不可能 厂办的融资不是土地融资 对对对 不是房地产融资 他是企业融资 对他企业融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以前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 那个宋文体叫做3024的 那个叫做什么 医院医生 那时候我记得在这里讲 才十七八块 那我要等 我说你等到他的这个 这个使用执照拿了 他会冲上一波高峰 你就先把它卖掉 他会再回来 他真的回来 你看他日线回来 回来在这里 为什么再慢慢起来 因为他要入账啊 他六月 六月二十七号拿到使用执照 那他不是预售 预售以后要入账 然后我们来看他股价位阶 他股价要二十几块 那如果他两栋大楼卖一卖 就一栋 现在V栋先卖 大概可以贡献扣税 扣税后大概可以贡献三四块 然后A栋的话 明年大概也又可以贡献三四块 二十几块的股票还OK 而且基本上来讲 他大概以前没什么赚钱 每年都给你配息 他跟京城不一样 京城五年都没给人家配息 京城我讲的是京城建设 但是他主要是 看他的股价获利 他基本的部分来讲 是这样二十几块 那你很简单我们把限定打出来 你就用上个礼拜的低点 当做停损停损利点 我每次在讲一个股票的时候 上个礼拜的低点停损停利点 大概你会看得到 应该也不到十个person 对不对 大概的部分是这样 那再来要公布营收 营收就会游所起来 那这样像设备股的部分 我那时候讲说能撑住的 就撑住军阀跟红树 那我不是请你说 现在要去追 我是不是说急涨的 把它卖一下 下来他每一次都急涨了 5%10% 那下来你再把它买回来 那有的营收 获利有出来 再来要公布的是 第二季的财报 财报好的股票也有涨停 所以你去观察一下 这一些个股的财报跟数字 那你要承接 现在这个盘杀的比较凶 承接你就挂得很低 你要杀 这个我觉得他符合我选股的条件 你要杀会杀过头我就每每天都挂你跌停下一档来嘛 你带总给我买买打到跌停我买二分之一 我们上次不是讲杀一个10%买二分之一嘛 再杀个5%再买二分之一嘛 啊弹一个10%卖二分之一再弹一个5%卖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逻辑 如果大盘杀到两万一以上 有有财报的加持的 有营收的加持的 有涨望的公司呢 他基本上来讲 不至于会杀成那个样子 所以你先从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从这里面如果他杀到跌停 你就在跌停街 对 你看我多勇敢 你看我是不是多勇敢 现在叫你杀买跌停 我是说他已经杀一段 可是那个前提是要他的基本面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你不能用融资 那你弹起来 我上个礼拜在你这里讲 我说拉10%要去卖 那个时候涨停啊 大家都在追上个礼拜 反而是我提早跟你说卖 隔天再开个5%再卖 你看上个礼拜如果你这样做 你是不是真的都卖在每一档的高点 对吧 强碗弹的都是涨停嘛 至少不会被靠在高点 有的人是追涨停 你是卖涨停 人家会笑你 哎呀你好笨哦 卖涨停 人家追涨停 隔天再开5%你又卖掉 你会把很多股票的卖在一个 缓弹的高点或是突破的 或是往上攻的高点 因为这个盘在往下压的过程里面 他一定会是这样的走势 包含你手上的股票 你如果想要做价差也是这样 我要我上次讲说 弹到两万两千八到九 他这样下来啊 那个弹的点 我就把那个点给你讲 就是说极限的弹点就从最高 到我们以后落低一个低点的时候的一半 大概是那个一半的位置 那你如果说 我要等要等多久 那你就用我刚刚的方法 你的股票是属于比较弱 他如果哪一天也突然拉到涨停 那你也把他卖一半 再拉5%你也把他卖一半 你如果很喜欢他 他再杀回的10% 你再把他买回来 你觉得这个盘他很难一路冲上去 很难一路冲上去 因为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些股票 我刚刚为什么会讲 讲到营建的股 因为他没有连环套 连环套的股票呢 就是冤魂一堆 你怎么涨 哎呦 这个月不能讲这个 对 就是连环套的股票 已经农历欺悦了 连环套的股票就起来 上面有层层卖压 因为有层层被套牢的人 对 所以你的操作的部分是这样 那这样有一个优点是 我弹起来卖10% 他在弹5%的时候卖掉 那我少赔了 少赔了 如果这大盘稳了 你有的资金 可以去买到更强的股票 也不一定琢磨在你的股票上面 就是这样 如果说他稳了 那一定有股票比他更强 就是这样的概念 有钱你就有机会嘛 那如果你满手的股票 你会被他卡住 所以弹10% 卖二分之一 再弹5% 再卖二分之一 然后你就 你如果很认为这股票很好 那就等他拉回 那你等他拉回的时候 你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现金 你很多的现金 你就可以寻求市场的 上个热点去做操作 所以呢现在的盘势是非常不稳的 而且尤其是国际的气氛是很肃杀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去追高 那个持在风险太大了 那但是如果 你刚刚提到的 如果本职极好的公司 但我这边还是要强调 不是所有的跌停都能 都能够 第一根不行 第一根跌停不能接 OK第一根不行 你要等到第二根 盘整盘整盘整完来突然一根 那个一定会会好多根嘛 这个就像我们以前 在整理整理突然有根 涨停的时候 第一根可以追 你跌停第一根不能接 我一说他是 慢慢跌慢慢跌 慢慢跌到已经没有量的 那种股票 跌到没有量的时候 很容易缓弹会一根涨停 OK 就这样 所以呢这里面呢 你把它去分析清楚了之后 那个恐惧跟贪婪 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最影响我们的情绪 所以怎么样子在 很开高的时候 绝不追 开低的时候 绝不杀 这两个情绪的控管 变得很重要 我们要非常谢谢 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 和金城健大哥 也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八点钟节目 嗯 担好 进宫 都换 搜 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